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赵剑说我是冲哥 那就是吧 我在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有个花名叫彭冲 所以呢这就是冲哥的由来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话题 是我过去大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把NotreJS用在就内部的一些系统中 的一些比较所谓的一些经验 主要是关注在怎么样去长时间的跟踪 我们在线上要持续服务的一个程序的一个性能 还有它的一个稳定性的方面的一些小技巧 在开始之前我想做一个调查 这里有没有同学说他写的程序 是不需要对别人做这个稳定性承诺的 有吗 应该都是的 对吧 那么我想我今天介绍的东西 应该是会有一些顾名的 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这些经验来做的一个项目的背景 那么我在阿里巴巴负责的是一个 数据中间层的一个团队 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没有像苏千昨天介绍的 淘宝指数这种界面 我们是处在淘宝指数底下的一层 提供的是HTTP协议的 用户可以通过CQL语句过来 去查我们的数据 那么我们的数据是来自哪里呢 后边有各种各样的重处引擎 比方说有些数据是来自于Maseco 有来自Hbase 还有甚至很多是淘宝上的web service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是每天大概有不到一亿的一个请求 响应时间大概是在20毫秒 当然这个响应时间最主要的还是在 看后边接的这些系统 它们的一个响应时间 这里边呢有四台机器 基本上还是处于空载的一个状态 这四台机器呢 其实怎么讲呢 按我们测下来来讲 这个一亿的请求 其实我有一台机器就完全够了 四台是为什么呢 我们要做跨机房的这个户备 为了保证它的一个高可用性 四台跨机房户备 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小的一个要求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么样子 为了大家形象的理解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个demo 那上面这幅图呢 就是我们某个产品里边的一个页面 其实不了解这个 它里边的一个逻辑的同学 其实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 这么一个table 它里边的数据能那么吗 从一个Maseco的一个标里边查就可以了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它第一列的这个 这个用户搜索的关键词呢 它其实是通过 就是访问这个产品的用户 它在页面上输的一个query 查询一个分词服务查出来的 那中间的这么有这么多列的数据 可能是来自于Maseco 那我用红框标出了这一列呢 它可能是来自于淘宝的 某个web service 实时去查出来的 那我们为了让开发这个产品的同学 做这个东西呢 没那么纠结 所以数据中间层 它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前边的开发的同学 他只需要写这么一条 secret 语句 非常简单的secret 语句 它就可以把这些数据全部查出来 至于说 这些数据底下是和后代的各个系统 怎么去交互的 它完全不需要去关心 还有它的一个各个系统的一个协议 它也完全不需要关心 就我们中间存完全已经 把它给做好了 那么我们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正题 其实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和几个同学聊到 其实大家比较期待的是说 怎么去做性能分析 做调优 比较遗害的是呢 我可能 这些同学可能会有点失望 为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说 性能分析和调优这一块呢 我们有一个同事讲得非常好 我尝试了很多次 不会比他讲得更好 所以呢 我就没敢再讲 完了我可以在PPT里边 把它的一个 个人资料 还有他之前讲过的一些东西 给大家分析出来 那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 我是觉得 怎么说呢 在开发或者测试 就带我们去做一次 这个性能分析调优 应该不是那么难 难的是什么呢 是说我们这个产品要 不断地开发 不断地迭代 要持续地去运行 难的是说 它的一个性能情况和稳定性情况 怎么样能在两年三年 甚至更长时间内 一直保持下去 一直就是一个可持续的 处于可持续的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的代码呢 可能会每天都会有发布 那么我们最不希望看到 是说今天的一次发布 把我们整个性能给弄差了 或者说它代码一上去 我们就错误摆出 下面的同学是原生载道的 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我今天的重点是在我们怎么样去 在一个线上环境去跟踪 或者说监控稳定性方面的一些问题 和性能上的一些变化 在性能的一个分析 或者说调优方面呢 我大概用到的一些工具 就是这样子的 最简单在各个段点去做计时 去大概找到 粗力多地找到说我耗时的东西 大概都在哪里 还有一个Bunchmark的JS 这个大家应该都了解 都用过的吧 还有一个和它对应的 再下一个JS Proof 这个网站非常好用的 我和苏千呢 经常拿这个PK一些东西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那个module叫WeberProfile 这个呢 你可以用它去跟踪 你的代码在运行过程中 对CPU的一些利用上 系统调用的一些利用上的一些情况 还有一些呢 就是Linux下的一些系统命令 TOPIO TOP STRACE IRCIF PERF 还有Mac底下的Detress 大家都可以去跟踪到 程序运行中的每个细节 那么最底下呢 我列了一些监控工具 监控工具 我相信如果说大家是做的东西 是要给别人做文件性承诺的 那一定是不会少的 各家公司都有 包括开员的一些东西也有的 那么我不介绍就是说 我们用的什么开员工具 我介绍的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些监控工具 去做我们的性能和文力性的一些跟踪 这是我们在Linux的内核上 去做的一些参数的设置 主要是这个TCP参数方面的 刚才提到就是说 我们数据中间层的数据呢 它其实都是来自于底下的各个系统 实时地去查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可能中间会碰到大量的 就是通过短连接的方式 去向下游要数据的情况 那么在并发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关注到它 去请求下游它的一个本地单口 的一个占用 还有说它有timewrite这个状态的TCP连接的一个快速回收利用 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的 还有一个就是 上面这个不用讲了 有limit.jc 大家应该清楚就是我们把core dump 打开了 这个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 那打开的话呢 就是说当Nord程序它在一些出现问题 crash掉的时候呢 它会淡破出块文件 我们用gdp去跟踪 可以发现在c代码层的一些问题 这个有很典型的例子 我们连接mysicu 一直用的那个 基于libmysicu的那个mysicu client 那个东西 它呢是用多线程的方式去模拟的这种 一部的io 我们用到的时候呢 其实是在生产环境下出了很多个card 我们就把core dump 打开 去跟踪我们这些非预期的一些情况 除了这些 其实前边讲的两个系统的参数 第一页呢 我们讲TCP参数的一些优化 是关注它在性能上的 那么 elimit的调优是关注它稳定性方面的 那么在响应时间上呢 我们会对每个请求的一个响应时间 去做监控 这里边呢我着重要强调的就是说 可能我们监控下来就是 每一分钟或者两分钟去采集一次 那这个机器上 这个统计周期内 它的一个前应时间的一个均值 对这个均值去做监控 那么一旦均值超过了我设定的一个预值 我们会马上知道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是说 比这个我觉得更有价值的是说 我们需要看 在每个统计周期内 我的系统的一个响应时间的一个分布 比方说这个均值的提高很可能就是说 我一千条请求里边就有一条它的时间特别特别长 但这个有可能我们超市没有处理好啊 显示时间的分布其实更能说明你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延迟情况 这个很形象的就是说 大家拿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平均收入 为什么国家统计出来那个值和我们的差别总是那么大啊 一样的道理可以想一下 时间分布的这个区间呢 我觉得更重要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必须关注到Node它自身的一个GC 对我们性能的一个影响 这个上面呢我们是吃过亏的 有一次呢我们认为有一些数据 我们本来是放在Mansi库里边的 每次呢都是要去数据库里边去查的 就是我们程序要正常运行的一些基础数据啊 这个数据呢大概有二三十万条 我们觉得呢每次都去查太浪费了 索性呢就进程启动的时候就把它全漏得到内存里边 没想到啊 真的没想到这个东西放上去之后 我们的性能是急剧下跌 显示时间非常低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单个竞程里边放了一个有二十万个到三十万个元素的一个大对象 那Node呢不断地在GC一直在GC GC就导致了我们的一个性能的一个下跌 所以呢我认为GC呢是应该被关注的 而且是在线上环境呢我们要持续关注的 淘宝呢或者说阿里巴巴 其实是一家Java的技术应用得非常成熟的一家公司 所以呢大家其实能想到 它会对GVM的GC呢有监控 监控得非常好 所以呢我们就想了点办法就 用这种办法去采集Node的GC 然后呢 把它的格式呢给改一改 改成像GVM的GC Log那种格式 让我们的监控工具去把它监控起来 很错的办法 但是确实管用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程序都在干什么 什么时候在GC GC非常平凡的时候 就可能是我们设计上的有问题的 当然了那个V8它的圆码里边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工具包的 一个Passion的一个脚本 它是支持就是说 你把闹的输出的这种原生的 这种GC的一个文件 它给你去分析 画一些图 还有一些统计数据出来 说在GC我们看看 我们在稳定性方面做的一些事情 进程管理 Node它原生就是说 我们是起一个进程去做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 我们的机器不可能只有一个CPU 我们想尽量地把它用起来 那么就势必牵扯到说 多个进程协同去干一件事情 那么进程之间的负载均衡怎么做 还有一个说进程起起来 那么它死掉了 是真死 crash掉了 还有一种就是 里边你可能这个边界之没处理好 有死循环这种假死情况怎么去做 牵扯到一个进程的管理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有点广告的协议 大家就包容一下 我签团地做了一个module 而且今天这个module的四位作者 其实都在这里 他做的事情非常轻量 但是基本上能把大家平常 就是说需要 在进程管理这方面需要考虑的事情都做完了 第一个呢就是说他去我刚刚提到了 来一个请求我该怎么去分发 让哪个进程去处理 怎么去做他们直接的负载均衡 这个呢闹到原生呢有cluster的功能 但是这个我对他了解也不多 我自己感觉我写的这个东西好像更好用一些 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紫禁城的一个轮灾 真死还有假死了 怎么去快速地把它骑起来 类似于Forever的这么一个工作 但是Forever我真的用起来 我感觉光它的代码包就很大很大 第三个就是说 它提供了一个对系统信号的处理 比方说我们默认的q信号呢就是 默认的qsigterm呢是去进程的平滑的一个退出 还有我占用了user1这个信号去做平滑的reload 说完进程的一个管理之后呢我们再说说 在异常处理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我们定义了一个log exception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其实干的事仍然很错 为什么呢 大家其实可以想得到就是我们的监控系统 原生的支持对exception的监控 但是很显然大家能想得到 它是去监控Java输出的那个exception的日志的 所以呢log exception干了个什么呢 就干了一个把这个日志怎么写的和Java输出的那个一样 就干了这么件横错的事情 这是效果 我们让监控系统去关注这个exception的这个文件 它呢能给我把每一个exception都在这里监控到 而且呢有它的一个异常的次数的一个曲线 一个监控 还有它一个exception这个站的一个输出 我们对这些东西都做了监控 那么在异常上呢 我认为会有这么三个点是需要去做的 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Io调用 一个海树的callback里边 它潜规则是第一个参数是error对象对吧 没有错的话呢 error应该是个undefined或者none 那么我们是对每一个callback的第一个参数如果它是 是error对象呢都把它记下来 因为我不知道哪些error是可以去无视它的 那索性就把它全记下来 第二个是说所有truck catch的地方对异常呢我们都记下来 第三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万一哪里真没抓的一个exception抛出来了 那么我们把它记下来 当然这里可能它可能拿不到这个exception的这个调缘站 但是呢我们终归还是能把它记下来 我们现在做的就这三个地方 这三种出错的地方 只要不是正常的返回 我们都把它给记在同一个exception的log里边 让监控把它给我们抓到 抓到了我们再去分析 如果说果真有些error 就callback的第一个参数 果真有些error我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那把它再扔掉好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 我们在代码上的一个容灾测试 这个可能大家体会不是特别深刻 我呢因为刚才提到 我们下面接了很多系统 如果它有任何一个系统有点异常 那么别人来请求我的时候就有问 所以我们必须把底下的所有系统都想得非常非常坏 非常非常不靠谱 我们要想到它们各种各样的异常的情况 去从我们的代码的结状性 还有对我们的超市控制啊 强热依赖是不是得当的 那么这个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model 叫nate black hole 其实它是什么用处都没有 真的什么用处都没有 默认的人是说他就给你 这个比方说像这里用的 一二三四这个单口去提一个服务 有请求进来他什么事都不干 什么事都不干 就是到死也不给你回应 就这么个样子 其实我们发现在这种远程调用上 最恶劣的就是我给他发一个请求 他长时间不响应或者是永远不响应 对吧 他突然间响应了告诉我说 他不行了 他工作不正常了 倒好办 他就是不响应 那么我们用这个模块去做我们代码的一个 建状性的一个代言测试 那么我们实践下来就是说 在所有远程调用的地方 比方说这个 我们假设这有一个client 他要去6379应该是redis的一个默认的端口 我们假设要去测这个redis这个东西 我们写的这个client 正常不正常 那一定是说有一个正确的redis服务在这里 再加上一个我们伪造的一个 就是异常的这么一种服务 假设他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redis 然后呢我们再去测 我们这个client工作是不是正常的 当然这个情况在淘宝 或者说在阿里巴巴 在线上呢 其实体现得更 那个什么 更明确 因为苏谦知道 我们每个月都有断网的容在演习 直接把一个机房断掉 网络断掉 这种呢有直接在那个交货机上 把连接给你拒绝的 也有通过硬件的这种ICR 把你的请求就不响应的这种 就我刚说的不响应的这种 直接断掉去测开我们各个系统 对 网络异常的这种一个融栽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相信呢我们是现在到现在为止 它任何的断网中在演习 我们都是不需要人去管的 它网络恢复了 那我们服务自然就好了 那么Unit Black Coal 其实我刚提到就是我们就 主要就是测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说 我对远程调用的一个超时控制 是不是合理的 不合理 我相信 我相信有很多人 做的东西里边 对远程调用这个超时控制 有或者是没有 甚至是没有的 非常多 第二个呢就是说 强弱依赖是不是恰当 我不希望就是说 我 我要去查一个 其实它正常不正常 对我服务本身没有 没有特别重要的关系的一个 服务的时候 它有问题导致我的服务crash掉了 这个是不应该的 那总结下来呢 其实 我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 做的一个东西 都在这张图里边 那么这是我的服务 可能有两个机器 假设有两个机器 那别人是需要调用我的 实际上在我的程序里边 我也会去调用别人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我会 上面会有一个名字服务 在我服务启动的时候 把它注册上去 别人呢 调的时候 他从名字服务里边 去把我的服务scrap到 他拿到的是 是我这个服务的 IP地址 我们简单来讲 就是IP地址 然后呢 它和我的每个机器之间 会有一个慢心跳 这个慢心跳是什么呢 因为大家看到 我们上面名字服务 和我的服务中间 是有快心跳的 它能 名字服务能保证是说 我这里边有一台机器死掉了 它马上感知到 通知到 请求方 但是呢 尽管这样 其实 这两个之间通了 不能代表 他们两个之间的 通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慢心跳 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在我的程序里边呢 其实我是在 闹的 前边架了一个 这个index 这个事情 我要特别 声明一下 不是说 闹的 没有 直接在前边 做服务的这个能力 当初 在这个之前 我们真的就是 闹的直接 暴露给外边的 那为什么用index呢 我们其实做的事情 很简单 就是为了偷懒 在index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做流控 可以做 kps和 相应时间的一个监控 就做了这么点事情 就完全是偷了个懒 如果说我们 在node里边 把这些东西 能做到的话 或者说我们愿意去浪费 这些开发的时间的话 那index 其实是完全可以拿掉的 那么在index和node之间 我们来一个请求 是通过index 通过这个proxy的方式 转发给node 那这个里边呢 其实我们做了一点点小手脚 就是说 那从这个线里边 可以看到 nx的proxy默认都是发给本机的 当本机不通的时候 它会发给别的机器上的闹的精神 这个 别的机器是一个 backup的一个机制 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不是说 每个nx接到的请求 它都是用龙胸的方式 一会发给这个 一会发给那个呢 主要是考虑两点 第一个是说 有问题的时候 nx的日志和我的程序上的日志 大多数的情况 它会落在一台 插问题方便 还有一个就是 比方说跨机房的流量的丰沛上 我们希望是和最简单 是保持一致的 说完nx这一层 在node.js这一层呢 我们通过pm这个工具 去做进程级别的负载均衡和轮载 然后呢 程序 因为程序本身会写 exception的log gc的log 还有说它内部的 比方说连接池大小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状态 资源状态的一个日志 我们通过监控工具 去把它监控起来 完了 今天的所有内容就这些了 这些其实都是废话 没有具体的细节去 证明它其实这个大道理 大家都会讲的 那我就不再多讲了 就这些问题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要拍照是吧 好的 有问题吗 咱们这边 那边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像没有 浮玲 前边 前边 你们搞内讧是吧 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刚才春哥在上面黑了一下Forever 很好就是Forever的作者也在 所以现场PK一下吧 实在对不起 可以 查理一下 Can you translate 谁是作者方钥匙的 velger 周团医 我得到 周团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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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到 很采训 习玲 尤雅 那不用叫了 不用试开了 你可以去找我没有时间 还有问题吗 X有问题 你说到GC的问题 能再解释得清楚一点吗 就是说你的程序里面有大量的对象 它的GC就很慢 是在怎么一个数量级上 我们当时大概是单个进程站的那层 大到200兆左右的时候 它的GC就开始影响你的显影世界了 这个是跟他说每个对象的大小 还是说对象的数量 我没有具体地去做这个事情 没有具体地去分析这个 当时我们的一个场景就是 有一个对象非常非常大 一个对象非常大 对 一个对象非常大 市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属性 这也对好几十万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好 最棒 还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吗 你们的PM模块里面做进程的负载均衡的时候 然后那是怎么一个负载均衡法呢 非常简单 最简单的那种 轮行 那就是依赖主进程去 依次地发给紫进程去处理什么 对 有个技术器 那跟Node原生的那个Cluster 它是靠紫进程自己去抢的那种方式 它是许多紫进程 list在同一个端口上 就是这种机制它们有一个性能上的差别吗 是的 一定是有的 因为PM里面的实现 其实和Node原生的Cluster不太一样 原生的Cluster应该是说 我listen起来的时候 每个进程就去listen同一个端口的 所以说每个请求进来 它一定是直接到紫进程里边的 对吧 它靠紫进程去抢 会出现各个紫进程 它接收到的那个 抢的那个请求不均衡的现象 所以说它的 那PM呢 它是就有Master 一个去在那监听 所有的连接请求 它都是Master去拿到 然后把它分发给Walker的 所以说PM的性能一定会比它差的 好的 谢谢 但是差不了太多 好 这个 我们的 稍等一下 我们Forever的作者 Charlie Robin 来了 对不起 我刚说了点坏话 I got summoned so I want to ask ask a question for you What is the advantage of the PM compared with forever How do you handle like demonization and stuff like that 我英文很懒 我说中文好吧 Forever 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Forever is a really good really great model 但是呢我们用起来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整个软件包在发布的时候可能有好几十兆 里边的绝大部分是Forever So when they use the forever to make it in the production and it is too big The forever itself is too big So what version of node are you running? 你用哪个node版本 Node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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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 现在运行的是0.6的 So 0.6 So how do you do demonization or background process 你后台那个demon进程是怎么做的 我直接用PM 我自己写的PM 一个master 去十个或者几个worker 去做这个事情 master去负责管理所有的worker So he said our master with 10 clusters and the master is in charge of maintaining the 10 clusters So what happens if the master process dies? master从来没死过 It doesn't die It doesn't die It doesn't die Okay Yeah Okay I mean the problem with 6 is that WivUV was never designed to be fork safe So when you do forking which is why we use 8 and there's detached child processes that will do that for you So most people had problems with 6 because it was really just a side effect that forking worked and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like for example if you're doing watch file in 6 and then you fork or try to go into the background it'll just not work LivUV is just not designed to do that So he said so he is planning to upgrade the node version to 0.8 Yeah So look into the detached child processes so you can spawn up a child process in a detached state which is background and we pushed really hard to get that into LivUV which is why forever is now has no compiled dependencies at all and that was the question about demonization because when you do that we had a compiled add-on which was just a nightmare you can underst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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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就说 他现在forever在LivUV里面 他其实移除了很多东西 他现在不需要编译的事情 根本就不需要做 所以其实他其实已经在LivUV里面很受伤了 是的 是的 那最好了 其实我抱有他包比较大的 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就是 中国的这个网络问题 跟政府没有关系 你是想说 Forever在外边 你不好 对 我们需要通过NPM去安装 但是他的包呢 又比较大 这个网络条件很差 so if we issue forever we need to you know download the forever from the NPM repository and our network is sucks alright so yeah you should just set up a replica of NPM for China right I mean yeah okay thanks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Thank you 好